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加上他刚才讲的他这些条件 跟他的心境 就是他的进入大五的条件 就促成了他那次的内外统一的经验 所以他说他不是头脑的 不是想科学来物理 不是用想 他说他是真的是情感 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的体验 那这衍生到我们在读经书的时候 在读教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是用这个 有没有真的去体验 有没有真的去体验 你这些之间有没有融入你的 你的行旅里面 有没有体验到 贵之间不贵行旅 对 贵之间不贵行旅 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是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做的是执着 会觉得 禅修比拜佛好 禅修比念佛好 念佛比禅修好 这是贵行旅不贵之间 方法没有好不好 就是你到底可以体验到多少 如果你禅修可以体验很深 对你而言 当下就是禅修你体验比较深 另外一位禅修行者是他念佛的体验比较深 就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抓着这个的时候 就是贵行旅不贵之间 那就出问题了 所以知见是很重要的 那这边的知见呢 也不是跟行旅分开的知见 是要跟行旅结合的知见 那到最后体验师父说的 知见即是行旅 或知见即是修行 那这个 大家就慢慢地练习 那再分享一个跟无限 无量有关的 就是四五量星 四五量星就是慈悲喜舍 这在南传跟汉传都是很重要的 那师父曾经在一次禅气的开始讲说 如果修定不修四五量星 就会入邪定 这个邪哦 师父没有讲 为什么叫做邪定 这边我认为的意思是 就是贪着定静 在定里面不肯出来 那这在佛法里面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为这样没有开悟 因为定不是智慧 定不是无我 但是我们如果修行者享受定乐 他可能就往生之后 就投胎到相应的那个天 那经过无量的大劫之后 他可能又是在六道循环 没有解脱 所以这叫邪定 所以四五量星在这边呢 可以帮助修行者 有广大的心量 不会只修邪定 就这样定 他只在乎自己的 定的感受而已 他没有想到众生 那四五量星就是想到众生 那师父说 四五量星是抽象的心理态度 容易在观想中 扩张出去 最后 充射整个空间 然后他还有五个阶段 第一个是观众生 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 就是你不喜欢的 你喜欢的 跟没有关系的 这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呢 是去观我们的情绪 我们跟人互动的情绪 有贪 有撑 有吃 那接下来呢 是观情感的本质 我们的情感就是 五运 色受想形式的运作 那为什么要观情感的本质呢 是要了解一件事 众生都在受苦 都在被五运生心 所形成的自我的幻觉折磨 讲具体一点就是 我讨厌你 你讨厌我 那他凭什么讨厌我 我讨厌他有理由 他凭什么讨厌我 就是我们讨厌别人 总是有理由 别人讨厌我 总是没有理由 这个就是很奇怪 那 那事实上呢 这苦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只是对象不同而已 就我讨厌的 我们假设两个互相讨厌 的另外一面 是不是也是我们极度的相像 我们身心运作 是不是都是讨厌一个人 我们先不管对象的话 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我们是不是 这个人类 这个人法界 就是有一种因缘 就叫做讨厌人 大家可以理解吗 就是这边放下了 个人的视角 是看到整体众生 不再以别相来看 苦这件事 是看到每个人受的苦都一样 我讨厌你 讨厌我 我们都在受苦 好像就放下了 那这个苦呢 是我自己产生的吗 不是 这是 人法界就是这样 就人法界的 讨厌人的这个苦 流转到我身上 我就会发生这件事 就是这样子 里面没有我 里面没有我 它就是整体人类的 样貌 就是这样 所以苦呢 是众生苦 我们只是 众生的 一个代表而已 这个慈悲心就开始出来了 那你说 现在眼前这个人 那么有钱 长得那么帅 他哪里有什么苦 也苦一大堆啊 就是 大家也知道很多明星嘛 很多网红啊 他也受到身心折磨啊 或者是一个人 他现在看起来有福报 他现在不苦 只是他现在的福报面 能够满足他的需求而已 但是他这些福报面消失 他会不会苦 一样苦 所以他只是在这个 当下 没有呈现 让他苦的因而已 但是本质还是有这个苦 所以就可以理解 这个 为什么要关本质 就可以理解众生苦 所以在慢慢延伸就知道呢 整个 整体时空的众生 都在受苦 四五当行是 慈悲喜舍 四个面向 那慈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 离苦得乐嘛 慈悲就是离苦得乐 慈是娱乐 悲是拔苦 那他本质都是 看到众生苦 那希望给他们快乐 悲是拔除痛苦 所以这里面 师父讲的重点 就是这个 慈悲的角度 所以要发现 说整个法界 都是相互关联 和相互依存 了解众生 受苦的根本 原因 并培养 爱心 那到第五阶段呢 就是观察 整体时空的时候 这个大我 就会产生一种 真正无量的慈悲 当这种感觉 与纯净有力 专注的心理相结合 就会趋向定的境界 这个慈悲 其实 大家不要想 太困难 我们刚才其实 已经 做到了 因为我们观想 师父的悲愿心 就在这个 整个空间 佛菩萨的慈悲愿力 都在这个空间 这里面有趣的地方是 这到底是真正的 佛菩萨的慈悲愿力 还是你心中 显现的慈悲愿力 就显现的时候 你只是不觉得 那是我 而已 但 它是你心中显现的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身上 就是有这些慈悲 有悲愿心的特质 不然我们怎么观想 那只是很少认为 那个特质 长在我身上 从来都是别人的 从来都是佛菩萨的 不是 是我们 身心本来就有这种功能 只是我们被 小我局限了 产生不出这个功能 就是 这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小我进化 自然就会体验到大我 这也是一种禅修的角度 所以如果你们刚才体验 再去想一下 这个到底是佛菩萨的悲愿 还是我的悲愿 到底是谁的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事实上 也是的确有佛菩萨的悲愿 我们才能够跟它相应 所以这个是心心相应 所以《认言经》的大事 自菩萨念佛原童章里面 就是这样 阿弥陀佛就像是妈妈一样 希望帮助所有众生 就像他的小孩 那只是小孩呢 都在贪玩 不愿意伸那个手 跟妈妈的手握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这样 这个悲愿力就是这样 佛菩萨是悲愿力是有的 但是我们心没有跟它连结 那我们也产生不了 这就是法界的概念 从从无尽 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 那关于这个众生情感 情感本质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 我们都是观想整体的 就是我记得圣经有一段 类似是这么讲 就是上帝告诉我们 就是听基督教的故事里面听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出事在圣经 就是说 神爱世人 那我也跟上帝一样爱世人 这样没问题嘛 这也是大我 上帝 体验到上帝跟我合一 就是充满整个空间 因为整个宇宙世界就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我在感受上帝的时候 也是用无量的虚空来感受上帝 一样可以进入大我 那只是佛法认为这样不究竟 因为还有一个不变的本体 好 回来 对 神爱世人 那突然有个人跑出来 你不是很讨厌你邻居吗 你邻居不是世人吗 告诉你 这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我爱世人没错 但是那邻居真的太讨厌了 不是我不爱他 是他让我无法爱他 所以我的特质是爱世人的 但是是他没办法让我爱 所以不一样 那这有没有爱世人 没有 而且还找了一个很美的理由 那 这个也是我们修行容易发生的 那为什么 我们还接下来稍微有一点点烧脑 但是也帮助大家了解 自己层层身心的运作是什么 用一些心理的概念来讲 心的层次 我们当下的身心运作 是有层级的 从远到近 近到远 大到小 第一个是环境 我现在每一个人都所处在一个环境里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都在上课 是一个行为 那环境跟行为就会产生一种总别关系 我上课的地方叫什么 教室 这是不是 因为行为的一个总项 把无数的教室 无数的空间都叫做教室了 大家懂这个逻辑吗 所以它是一个总别的概念 以行为的运作为同向 把环境变成总向 不同空间的环境都变成一个教室 这样理解 那行为呢 是不是片段的 一段一段的 比如说我开车好了 我十年前开车 现在开车跟十年后开车 不同的开车 跟我的开车跟你的开车 相比较之下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能力 我们会说谁的开车技术比较好 就是不同行为的比较 就产生了一个更高的总向 在不同时间点的开车 不同空间 不同的人开车 一放在一起 就要产生新的一个层级 叫做能力 这样理解吗 那这三层是我们人类最在意的 一般人最在意的 那能力的集合是什么 是价值观 或信念 价值观是 重视 我重视什么 我重视什么 我们先讲世俗一点 假设我很重视吃 我必须培养出什么技能 挑找店的技能 凭借美食的技能 那如果你交友广泛一点 找大家一起吃更好吃的技能 你要培养种种技能 才可以满足你的这个价值观 若以师傅的说法 师傅说这个 价值观是一种情感 情感满足了 情感满足跟不满足都会产生情绪 情感的满足会产生快乐 高兴这些情绪 情感的不满足就会撑 所以价值观 满足的价值观 我们就会快乐 不满足价值观就会痛苦 是这样子想 那这个情绪呢 其实就是一种能力 为什么情绪是能力 情绪就是一种身心状态 就是当我很愤怒的时候呢 会想到什么 打人 骂人 为什么 因为身心状态 其实是一种 身体的能量的分配 我看到 不如我意的事情 我看到不喜欢的人 身体马上会改变能量的运作 让你的生理准备去fight 所以这是一种能力 可以理解吗 这是一种能力 当我沮丧的时候呢 沮丧是一种身心状态 一种情绪 这时候身体能量是没有的 它是一种生物学的一种 演化的机制 为什么我们失败的时候 身体要没有能量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能量 已经失败的事情 我们遇到失败的事情 就会沮丧 没有能量的话 就不会再去重复错误 所以沮丧就是 抑制我们 去重复的一个能力 那同时它还有一个能力是 沮丧也是一个 社会性动物的沟通的讯号 你看到你朋友沮丧 你会不会去安慰它 会不会去分享一些方法 它就是一种 也是一种沟通的能力 那这是 能力跟价值观的差别 能力 情绪在能力 是属于能力的一部分 那价值观是 跟信念是一种情感 那身份是什么 身份是 我是谁 价值观是来自于我是谁 我是爸爸的时候 的价值观 跟我是员工的时候的价值观 一不一样 不一样 爸爸重视的事情 跟员工重视的事情 一不一样 我讲具体一点 假设一位妈妈 或爸爸 他现在在公司工作 老板说有一件 很重要的工作 必须加班完成 但是又要去接小孩 那这次说 是不是矛盾 所以爸爸的身份 要重视小孩去接小孩 爸爸妈妈都要重视 接小孩去接小孩 但是员工应该 假设这个工作很重要 或是对你来说 对公司的存亡很重要 那应该要重视这件事 那 这边就产生两个身份的冲突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们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这个角色常常是冲突的 这个是身份的概念 那精神跟世界观是什么 精神不太容易理解 这个系统是 有一位专家叫罗伯蒂尔茲提出的 他叫做逻辑层次 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查一下 那我这边叫做新的总别层次 跟这个总别的主题比较相应 世界观就是 大家不要想太复杂 就是你知道佛教的世界观是什么吗 佛教的世界观有谁 有佛陀 有菩萨 有法师 有信众 这就是一个佛教的世界观 你有没有家庭的世界观 家庭应该有什么 爸爸妈妈小孩 爷爷奶奶 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观应该有什么 角色 那这些角色应该要重视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 这些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就学习 刻在脑子里 它就是世界观 这样理解吗 你对这个世界要怎么运作 它需要有哪些角色 它要重视什么 需要做什么 你有一套内在的模型 这就是世界观 那你同时有知道 这个模型要怎么运作是最好的 最美的 就是我们的精神 它是一套的 所以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是不是一种世界观 它是一种精神 可以理解吗 这样有没有连在一起 就是我希望世界是像净土一样的运作 它是一个大我的思考 所以身份跟世界的关系就是 我是世界里的一个角色 所以世界是总 身份是别 这样理解的吗 那我们在提倡人间净土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在里面扮演着一个角色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世界跟我的关系 大我跟小我的关系 所以精神世界观是大我 身份是小我 这样大家可以连接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用它跟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对照 发现它对起来是蛮有意思的 那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我这边是用后面的研究者去整理的 不是马斯洛原版的层级 我们在环境里面 通常很重视什么 这个身体 最重要的是这个身体能够活着 这是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重视安全感 那行为呢 我们的行为 是想要跟他人连接 那连接就是 我想要 我们人是希望跟人有互动的 产生爱跟归属 那能力是希望被尊重 我们可以想象说 我们刚到一个新的团体 比如说大家想一想 你们刚才学佛的时候 来法古山 会不会觉得这边的人怎么样 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觉得 这个地方安不安全 不过佛教 这些佛教的团体呢 它是有信誉的 你通常不会考虑 它里面安不安全 可以理解吗 那你不会觉得里面危险 通常是这样子 但是你会想要知道 你跟人 这些人处不处得来 这是我们通常的观想 这就是行为 我可以跟对方产生归属感吗 可以产生连接吗 那进一步是 我在这里可不可以 我可以学习 我可以发展我的能力 然后这个能力相对于就是 自我的价值感 这包含了自我尊重 跟受他人尊重 那不过更重要的是 我们为什么会来学佛 是我们想要探索价值观 为什么叫探索价值观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来学佛 是发现 这些世俗所重视的财 名利权位 重视名利权位 是不是一种价值观 是 但是它不让我们得到快乐 就是价值观跟能力的关系 大家要记得 情绪是能力的一部分 这样的价值观 无法让我感到快乐 所以 我想要探索 当然这边有两种人 我们到底是觉得 是我赚的钱不够多 没有像比尔盖茨一样 有钱所以不快乐 还是重视金钱的价值观 本身就是不会快乐的 所以这边有善根的人 马上就往上乘想 重视名利权位 不会让人快乐 所以就是往上探索 所以我们在宗教团体 在法古山 就是想要找一个新的世界里面 它里面的观点 看法 想法 能不能让我离苦得乐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就有了一个身份 修行者 义工 法师 诸如此类 我们就在这个世界 借有了一个身份 我们进入了这个世界 产生了一个新的身份 学习这个身份 应该要重视的价值观 能力行为 与跟这个环境的人事物相处 这是一套模型 所以它又是别道种 从底层到高层是别道种 那它里面也牵扯到近到远 环境是我自己一个人 连结是我想要跟里面的人连结 尊重是我要跟我 我待的一个团体 比如我是一公主 我在一公主奉献 在交通组 在什么组 在不同的组 所以它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就是这样 我个人重视安全感 跟亲友的话呢 我们跟亲友会不会常常讲 常常讲说 我希望对方怎么 别人怎么对我 我希望我太太怎么对我 我希望先生怎么对我 我希望小孩是怎样 所以它里面有一种 如果我们很重视行为的话 会有一种控制 我想要控制别人的行为 让我得到快乐 或是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就需要控制别人的行为 让我得到安全感 所以很想控制的人 一定是没有安全感 这里面就是空的 自己不安全 所以才想抓外面的东西来 往里面填 它里面有这种空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每一层 我们为什么无法打开 无法有一个宽阔的空间感 是我们每一层空间 有没有出现的障碍 有没有出现的障碍 如果我很在乎安全感 我观察的 我扩展的出去吗 大家可以想象 我很重视安全感的时候 我空间感出得来吗 出不来 我很在乎别人爱不爱我 空间感出得来吗 出不来 所以这些价值观 里面延伸的谈 会阻碍我们体验大我 那再下来是能力尊重 我们通常在家里的时候 不太讲能力 不太讲能力 就是讲情感 能力是 在更大的团体 比如说部落 大家可以想象 什么叫做部落的勇士 部落的勇士一定是很会打猎的 能力很强的那才叫做部落的勇士 这个对于一个生命而言是很重要的 因为 我们 以人类 而言 就是你除了能够被部落接受你 然后 这个部落可以跟你分享资源 活下来之外 我们人总是想要更多 我想要娶村长的女儿 嫁给村长的儿子 所以有能力是 很重要的 有能力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 活得更好 或是有更多的后代 这就是我们一个人法界 一个众生的业 它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也不用排斥 要真的去观察它到底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就是一个人类 就是这样的业而已 就是这样子而已 它没有对不对好不好 或什么 这就是一个人类生命的体现 但是因为我们要超越 学佛就是超越人类的身份 个体人类的身份 到精神的层级 所以才要消除这些业 那价值观 探索的时候 它是出去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个更大的世界 我们没有走出去是体验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会去见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 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探索 当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用 自己原来的价值观 去看待别人的世界 或是别人的社会 这就是一种探索 然后更深一点是爱跟愿 对世界 对众生的爱 这个身份 大家可以体验 从佛陀的故事就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想 佛陀 他从小就没有妈妈 对不对 他知不知道他没有妈妈 他会不知道吗 他一定知道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见过生老病死 有啊 所以国王不可能制止他 见生老病死的 那是印度的 神话的佛陀故事 但是我们要考虑 真实样板的佛陀故事 佛陀一定 他是一个很纤细 又很聪明的小孩 他可能就想到 妈妈生他不久就死 他甚至会想说 妈妈是不是不生他 就不会死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他是一个 从小对生命有一种 很深的疑惑的 很深的疑惑 不然他也不会看到 种田的时候 那个虫被挖出来 被鸟吃 然后看到 众生很苦 然后他有一次去 四个城门逛的时候 就看到生老病死 那生老病死是 种相还是别相 当然近似种相也是别相 但他是别相是什么 当他是别相的时候 那生老病死的种相是什么 生老病死的种相是什么 佛教的核心 就刚才讲的 就是苦 生老病死的种相就是苦 可以 这就是佛陀得到的结论 所以他就是观察众生 我就是众生的一部分 因为佛陀也苦嘛 对不对 他从小 对母亲的死 对这些产生疑惑 这是一种 一种苦 那他意识到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当愿众生 所以这个他的身份就出来了 就是说 他理解到 这就是 必须有人 可以离苦 那再教众生可以离苦 所以他就有一个大愿 所以借由佛陀的故事 我们就可以了解 这个身份是什么 你感受到一个整体 整体的众生 的时候就是大愿 我们讲精神就是世界观 佛陀这个愿的世界观是 他是要看到一个众生 都可以解脱的世界观 一个众生都是解脱的世界 所以叫世界观 那同时又是愿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我们再换一个说法 像儒家就是有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他也是一层一层上去的 那孔子也讲了几个主题 一个是他自己的成长过程 一个是 三十而立 但前面是十五而自于学 自于学就是学新的能力 跟别人相处 或是知识 学到三十岁之后 三十而立 今天我们要看孔子的历程 就是我们能在生命中 能够体验到的一些事情 只是孔子他修行也很好 所以体验的也很深 更深一点 三十而立是什么 我们回想二十几岁出社会的时候 是会都觉得自己能力不足 在公司好像都小心翼翼 怕做错了什么 担心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们到一个新的团体 就是有这种害怕的感觉 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 像安全感连结 想要被尊重 它里面的引申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 更广义的不安全感 但是我们三十岁之后 就会开始体验到一件事 因为在这个社会 在社会体验很久了 就是知道怎么在这个社会活下来了 大家知道公司也就是那个样子 这些人就是发生这些事情 各种贪嗔痴的事情 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 公司就是这样 那你也可能工作也非常熟悉了 甚至当上一个小主管 那就叫做耳力 能够立足于社会上 再也不会东担心 西担心什么 跟二十几岁刚出社会的人不一样 这叫三十岁力 那事实不获是更进一步的 就是你自己能力很好是没错 但是你能带别人 你可以把你的团体带得好 把团体带得好 你必须了解别人的想法 这就是探索 你要了解别人的价值观 所以这时候就发生一种整理 就是原来我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的价值观只适用于我 不一定适用于别人 所以会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价值观 变成是可以适应自己 又可以适应团体的一种 新的价值取向 那这时候就会进入叫事实不获 我不再对于自己价值观感到迷惑了 或是跟别人有价值观的冲突 我可以接纳别人的不同的想法 我也可以包容别人的想法 这叫事实不获 那五十四额之天命是什么 五十额之天命是当我不获的时候 我既额利又不获 我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那在杨培老师有一本书叫做叛逆中年 可以更体验什么叫五十额之天命 就是当一个人 他的小孩都大了 他不想被你管 你也管不了他的时候 父母这个身份就彻底被改变了 很多人都是这个年纪 体验过这个阶段 你们深刻体验到 小孩不再是我们需要担心 他也不想被你担心的一个状态了 你必须放下父母的很多的价值观 然后公司大概也就这样 你也不太会换工作 或是你再生个一两斤就到顶了 不会有太多的想法 然后该买的车子房子 大概都有了 只是这样贷款交几年 或是什么 大概就是这样 这时候人生要追求什么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空窗期 而且自己也活了五十几岁了 四五十岁了 所以这时候呢 那生命也活得够久 知道这个社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会看到 一个他的 开始有一种迷惘 那我在社会里面我是谁 当我的这个妈妈爸爸的身份 没有那么重要 员工的或是主管的身份 也没那么重要的时候 那世俗的追求也对我来说 好像也到了一个程度 那现在我是谁 我是谁 所以这时候要在整个社会里面 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五十岁之天命 我想要知道 我要探索 在这个社会里我是谁 在这个人类的群体里我是谁 基于这个大我之下的 个体的我是什么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时候呢会 那有另外一个概念呢 是这样 不过之后你也可能去 从事一些创业啊 去努力一些事情啊 那也发现呢 不是 自己有能力 然后一群团队合作得很好 就一定会成功 因为有一句话叫天命难为 就是环境不适合 出乎于你的预料之外 人就是不会成功 所以到对于五十 越来越知道天命的人 他知道很多事情 不是自己决定怎样就怎样 要看老天 看音乐 这就是知天命 那六十而顺 七十而重心所欲不欲举的 就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就是说 这个耳顺 很多说法 我用的说法是 这个顺呢 就是一种整合 这个整合是什么 就是 我来形容一下 就是 有一个故事啊 在形容这些层级 通常是盖教堂的功能 那我换一下 叫做盖佛堂 盖佛寺的功能 就假设现在有一座佛寺 正在被盖 你看到很多功能在盖这个房子 那你问他你为什么盖这个房子 他可能说 为了吃饭啊 是哪一个层级 环境 生存 安全感 你问他在做什么 他就说 在叠砖块啊 搬木头啊 这就是行为 然后如果是 能力呢 就会说 我在锻念我的技能 我在学习盖房子 学习盖佛寺 这里面好多东西要学 如果他是让他回应 他就是能力成绩 那探索呢就是 我想对 这个佛教的美 佛教的真 来探索 到底这个建筑 跟这个美 为什么要盖这个佛寺 它里面的理由是什么 那每一个 盖这些 东西 盖这些装饰 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探索 那道的爱就是说 这个 因为众生很苦啊 盖佛寺 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他里面有爱 他也有愿嘛 因为知道 佛寺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盖佛寺 让众生起初 他也愿也就出来了 那这里面有差别哦 一开始这个人会说 啊 对 我就是很想盖一个佛寺 来帮 让大家都可以来 礼佛 来禅修 来学习 但是呢 你知道吗 生活很忙 我不只是 我不只是盖佛寺的员工 我还是爸爸妈妈 我还是谁谁谁啊 我不可能所有时间都投入在这里 这些都是妨碍 这些都是妨碍 所以他都有 他有愿 但是他有没有顺 没有顺 顺就是 有没有成为一个整体 他没有成为整体 那接下来他又会进入下一个阶段 就说 啊 我发现了 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 事实上呢 其他的身份 帮助我完成这个工作 我太太会帮助我煮饭 给我吃 我是他先生 没有他照顾我 我怎么能来盖这个佛寺呢 所以所有的姻缘 逆的 顺的都是帮助我 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就叫做顺 那什么叫从心所欲呢 在更高的境界是 这一切都是在整体的院里面 没有分别 那如果用原来盖教堂的说法呢 就是 他不是帮助 不是太太帮助我 不是什么帮助我 不是 不是谁帮助我成就 上帝的使命 是整个都在上帝的使命里 我吃饭 喝水 洗手 做任何事 不只是盖教堂 都在上帝的使命里 它是一体的 这样这个境界可以理解吗 所以用佛法而言就是 他随时都是跟大我相应 或是跟空性相应 里面的任何事都没有 都是整体的 没有任何分别 所以这个就进入 其实而从心所欲不欲举 他都在这里面啊 没有任何事会超出这个范围的 这个就是这个境界 那很多人觉得很可惜 孔子没有活到八十岁 不知道八十岁的体验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用佛教徒的想法吗 八十岁希望是可以体验到空性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 新的总别层次 对我们有整体的 有大我观的 但是我每一个别项的层级 并不一定统合得很好 我可能还是有不安全感 还是不喜欢我的邻居 我在公司里面还是有很多的 觉得想要追求一些能力的表现 它都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都是分散的 没有整合好 所以就是要把这些一层层的 也都是别项 这个大我 这个大院 也是别项 它没有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整体的总项 所以修行除了要有大院之外 它还要跟生活连结 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连结 这个也衍生到佛教的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也是有总别的 而且跟这个层级是有关系的 六波罗蜜的第一个是什么 布施 布施是哪一个层级 我们重点不是讲布施这个行为 是布施它原本在佛教的概念 开始的概念是什么 它就是要放下对金钱的 贪着 那金钱是什么 环境 资源 让我们得到安全感的东西 所以布施针对的是 我们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 时间 金钱时间 都是身外的之物 布施我们的时间 布施我们的金钱 主要是布施金钱 时间它比较接近行为的 那布施下一个是什么 持戒是哪一个层级 行为 那忍辱是什么层级 这个忍辱呢 我觉得有一个词 可以更好形容它 叫做接受 你能不能够接受 能不能够面对接受 处理方向的接受 我觉得接受这个词呢 比忍辱正向一点 因为忍辱就 好苦 但是接受 师父这个面对他 接受他的这个接受呢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可以接受 然后放掉它 这就是忍辱 所以对我们的情绪 所以它针对的是情绪 所以它是在这个能力 它是能力 就是我们接受的程度 跟放下的程度 就是一种能力的概念 下一层是什么 精进 精进的意思是什么 重视修行 那重视就叫做价值观 重视修行 那禅定是哪一个成绩 禅定是身份 为什么是身份 大家了解禅定 最核心的功能就是 认识自我 肯定自我 成长自我 效忍自我 然后小我 大我 我我 就是处理我 就是身份 那智慧呢 当然就是一种世界观 那最后呢 这个六个波罗密 是互相远隆的 布施也包含智慧啊 慈戒也包含智慧 忍辱 精进 禅定都包含在智慧里 这个就叫做顺 然后智慧圆隆的 就是生命的圆隆啊 智慧在这个 六个层级里面都 圆隆无碍了 你在各个环境 都是有智慧的 每个行为 都可以跟智慧连结 每种能力 也是跟智慧相应 那价值观 身份 精神也是 所以哦 我们不要想说 念谱门品的时候呢 啊 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好厉害 可以 化现千百 化现种种身份 用同男同女生 不同的身份去度众生 我们 也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也可以变成爸爸啊 变成妈妈啊 变成员工啊 这次也是化成不同的身份 只是我们 不够厉害到 可以连肉体都改变啊 但是我们 是有不同的身份 可以用不同的身份 去接触不同的人 那这个就是 当智慧 跟身份结合的时候 你每一个身份 都是度众生的方便 那我们要知道 所有人的这个结构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有 他的世界观 价值观 他的身份 他的想法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行为 在他的世界观里 都是合理的 这就叫做顺 我们觉得 我们接受不了 对方的行为 那是我自己 价值观的事 我自己身份的事 但是对方这么做 就是 对方的 他就是这样想啊 虽然你说 他也可能有矛盾 也有痛苦 这边的顺不顺 是指 他在他的整个 这个新的 种别层次里面 运作的呈现 他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要理解 这件事情啊 所以当自我 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们也 越不会用自己的 价值观 想法 去看别人 我们就会去探索啊 去了解 就是同理心 所以师父 所以 这边就是 在教大家 刚才师父讲 什么叫做 了解情感的本质 讲这个层次的目的是这样 这情感 我们运作的 身心运作的本质 就是 这个 逻辑层次 或是 新的种别层次的架构 我们的语言 常常对应某些层次 那我们一般人就是 很重视安全感 很重视 人跟人之间的行为 然后很重视 能力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强调 能力导向 有能力的人就是 可以 得到更多的财富资源 然后不重视 上面三层 那这也是 开米切尔博士 就是心物 在西方世界 心物二远的时候 大家都是 在物质上做研究 没有研究人类的精神层级 可以经过修行到达什么程度 当然现在有 有好一点 越多来越多的科学 来研究这个修行 这是好现象 当我们了解这个身心运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理解 无缘大使跟头体大悲 跟法界的关系 那师父说 同体大悲是众生的身体 和我的身体 是一个身体 最好是观自己的身体是空 是没有的 而众生的身体也没有 那就是同体 无缘大使就是 不一定要与我有什么关系 或有什么理由 才给予帮助 我们来用法界观的角度 来思考这件事 就是 为什么众生的身体 和我是同一个身体 我们身心都是 四大或六大 组合起来的 都是五运 这受想行事的运作 或是刚才讲的 这个六成的总别程式的呈现 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同一个身体 大家理解吗 同一个身体 法界观的重点 不要想是 空间上分开 就是不同的身体 而是 人类的身心的运作的因缘 是一样的 这个运作的方式 一样的 所以这是总相 所以射受想行事 这五运呢 就是人类身心运作的总相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它就叫同一个身体 OK吗 不是物质上的同一个身体 是运作上理解的同一个身体 那这个本质是空的 不管身体的空间上 还是你想的这个都是空的 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同一个身体 那本质也是空 那我们还是一步一步来 我们可能没办法了解这个空性 但是我们先从 要从这个法界 事法界开始 是没有的 那这怎么运用呢 跟这个总别程式可以连结在一起 这些不同的词汇 对应于我们不同的层级 在环境上 环境就是跟身体的感受 身体的现象有关 我想健康 安全感 享乐 刺激 安全感 左边是贪 是追求 我们想要追求的 右边是我们不喜欢的 撑的 我们讨厌不安全感 不健康 行为我们想要被爱被认同 想要行为不受约束 自由自在 那连结就是不被爱 或不被认同 不自由 那能力是想要成功 被肯定有成就感 不被肯定 不成功 没有成就感 或失败 然后真善美 价值观想要知道真善美 让我的生命可以更快乐 然后探索呢 就是避开 不争不善不美 无意义 其实上面的逃避 越来越难将 因为它层次很高 身份就是慈悲责任 跟使命感 那这个的另外一面 就是像师父讲的 师父的一个价值观 佛法这么好 知道的人这么少 他就是一个逃避的价值观 可以理解吗 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觉得这个是问题 需要解决 这就是 他是以大我的状况 来思考 知道的人这么少 那怨 精神 左边就是智慧解脱 右边就是 要远离无名 那我们可以 一层一层来检视我们自己 回想我们 曾经有不安全感的时候 或是我平常 不安全感的状态 最近不是很多地震吗 很多人很害怕地震 你可以想象 那种不安全感来的时候 然后去观想 所有的众生 这虚空里 所有的众生 都是不安全 都有不安全感 都害怕地震 这害怕地震是 有些人 大概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如果是 真的很大的地震 大家一定都是害怕的 那我们平常 害怕是 怕它会变得很大 所以本质上 都是害怕大地震 只是敏感度不同 所以我们要了解 所有的众生 都是害怕地震 所以这个就是 佛陀的 那时候的心境 他感受到 众生都会跟自己 有一样的苦 所以我们要 切回华严经 一开始的逻辑 一开始不是 自己要消这个苦 我害怕地震 我要消掉这个 害怕这个苦 不是这样子 路径不一样 是直接想到 众生都有这样的苦 就是把自己的烦恼 直接化成 慈悲的力量 那它同时就是消融 又是修行 它同时达成了 两个功能 满足前面逻辑的消融 又达到了 慈悲心的开展 跟大我的 思考 所以它没有分段 前面是分段 我先消融之后再观想大我 这个华严经 这个修行的逻辑不一样 它是直接观想 大家都有这个苦 大我跟消融同时发生 那我们事实常常不被认同 会觉得很苦 我被误会 是不是很烦恼 那就正在想说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所有的众生被误会 都会很烦恼 这不是我个人的事 这是整体人类的命运 所以那米切尔博士 为什么会说 这个是整体人类的命运 整体人类的历史 这就是大我 所以我们可以来练习这件事 如果不被爱 觉得不自由 不被认同 我们可以想 大家都是这样 很酷 然后想要被肯定得不到 想要成功得不到 或是我知道我自己贪恋这些东西 但是放不掉 那你就可以想 众生都有这样子的贪 众生都追求这个 那我可能很多 很多会上瘾的东西 想要吃什么 那我知道这个行为很不好 但是我就贪主 那我们就可以想 众生都有这个贪 众生的圣性就是这样运作 那这个就是有一种 同体的概念 有同体的概念 那你想这些众生 跟你有没有什么 直接的关系 没有 所以它也是无缘 相应于无缘 因为我们还没到佛的境界 不是真正的同体 大慈无缘大悲 但是我们可以相应 所以这些方法 其实就是相应 在似无爱的角度下 如果又可以相应理无爱 这之后会讲 那它就可以相应于 似似无爱的修行 所以这个华严经的重点就是 我们虽然连理无爱 都还没有达到 但是我们可以 稍微相应一下 似似无爱是什么 相应一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观想 这样 这同时又是发愿 你希望世界都没有这些苦难 同时又是发愿 好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练习 当我们有 我不舒服的贪 撑 吃 跑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去练习 众生都是这样 很苦 慈悲心就出来了 生命也有了动力 那接下来呢 还会再回向 不是停留在这个苦 还有观想跟回向 这也是之后会讲的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下礼拜呢 会讲一个很重要的 十选门的阴门 叫做 因陀罗王法界门 那我们要实作 要实作 所以下次课程呢 去准备A3的图画纸 或引译纸一张 铅笔 橡皮擦 彩色笔或蜡笔 教大家用实作的方式 画出自己的法界 那虽然是线上的课 但是也是希望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我们练习是很重要 希望大家 不要只是 看影片 就是都是 这样还是停留在脑袋 没有真的去实践出来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 到这里 阿弥陀佛 下期再会